宋爷爷清理完外场的杂草准备离开的时候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福宝的别墅 我知道宋爷爷和我们一样 这又是想着福宝的一天 时间虽然是治愈伤痛的良药 但治愈也需要过程 宋爷爷昨天刚去看过福宝 短暂的快乐后终究要回归往常 宋爷爷说福宝虽然一开始隔离的时候 看着陌生的人员和陌生的服装有点慌乱和警惕 但是聪明的福宝在爷爷耐心的解释下 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福宝真的是适应得很快又很好 因为神树瓶奶爸奶妈的服装都是灰色 所以进出隔离房间都要穿成灰色的隔离服 让福宝适应 今天是不见福宝的第三天 福宝已经完全适应了隔离的节奏 请医医们放心 其实医医们担心福宝的情况 不只是单单的喜欢福宝 而是福宝本身胆子就很小 福宝小时候看到打针 会紧张的摇手手 福宝看到工作人员假扮的棕熊后 虽然奋力打了一掌出去 但是紧接着爬上树顶紧张地咬着小手 有飞机路过的声音 正在吃饭的福宝也会被吓一跳 被冰雹声音吓到的福宝还从树上掉了下来 紧接着四处逃窜狂躁不安 最后福宝躲到了竹林里才安静下来 福宝自己踩到竹子发出的声响 也会把自己吓得一激灵 咕咕宝的到来也会吓到福宝 所以将爷爷才总是驱赶咕咕宝 正因为福宝胆子小 现在突然离开熟悉的爷爷 看见别的工作人员进出 一一怕福宝接受不了 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但是福宝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坚强 适应得更快 我们都应该相信福宝 福宝 加油 加油